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降书沿海有关区发生火灾 消防员们团结一致 以生命维护国家及人民财产安全的故事 烈火英雄由黄晓明 杜江和谭卓领衔主演 杨子和欧豪特别出演 自上映以来 影片凭借着对消防员形象的真实描写 和情感的细腻刻画 收割了无数观众的热泪 不少退役消防员看完后更是百感着急 电影上映期间也是台风肆虐的时候 这让许多看过电影的观众 对消防官兵的辛苦 有了更加切身的感受 其实哪有什么岁月尽好 不过是有人替你负重前行 看完电影 心心只想带着满满的敬畏和感动 为所有的消防员点赞 一句话点评 烈火无情 英雄无畏 2019年第32周 国内票房排行第一名 哪吒之魔童降世 本周票房11.66亿元 累计票房36.07亿元 哪吒是继2015年大晟归来后 郭曼又一立作 完成度上更是超过前辙 本因是灵珠转世的哪吒 阴差阳错 成了魔丸投胎的混世魔王 生性顽劣的他 却有一颗左英雄的心 只因是魔丸转世 哪吒受尽了世人的误解 然而在操着一口 川普的师傅太乙真人 和父母的悉心教导下 哪吒不信命 不认命 坚守正道 斩妖除魔 在制作方面 哪吒的质量让人惊叹 丑蒙丑蒙的哪吒 意外的讨人欢喜 人物造型也都十分惊世 更为可贵的是 哪吒对于传统文化的运用 相当的精巧且自然 尤其是对龙族形象的设计 定海神之上盘着的老龙王 和锁链之下镇压的众龙族 都充满了传统文化的韵味 让人忍不住好评 目前哪吒之魔宗教室 已经成为今年暑期电影中 一批最大的黑马 目前截至发稿时 已经超越红海监洞 升至中国影史第四位 距离第三名 复仇者联盟4的42.38亿票房 也只有一点点的距离了 虽然国曼崛起这句话 似乎已经成为了一个老梗 但哪吒的成功 一定会给国曼的发展 激起不小的水花 一句话点评 混世魔王小哪吒 顶天立地大英雄 以上便是2019年 第32周电影快报的全部内容 喜欢看电影的同学 想要了解更多的电影资讯 每周锁定女司机星 别忘了关注点赞哦 我们下期再见